佛賽事的時候有一個婆羅門女 這婆羅門女她在煮飯的時候 從窗戶看到佛陀過來脫波了 她被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所感動 她想要把盛飯去供養佛陀的時候 她想不對啊 她先生在客廳 她先生是姓婆羅門教的 她肯定不答應啊 但是這個婆羅門女她不會因為一時的挫折 而去放棄 可見她這個人供養的心很強啊 她就動了個腦筋啊 她就啊 把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米啊 先把它 用這個布啊 把它捏成水 捏成一種粥的象狀 就是她本來是固體的把它捏成一體的 籌狀的粥 她就跟她先生說這個粥不要了 我拿去倒了 結果她出去的時候不是把它倒掉 她是虔誠的供養佛陀 供養佛陀以後呢 佛陀就跟她奏願了 她說你因為這個布施的功德啊 三十小節 天上人間享受富貴的國報 這個婆羅門在客廳裡面聽到就不同意了 所以你這個 這個沙門你為了要攤取別人的布施 做此妄語 這個女眾她就拿一個粥水去供養你 怎麼就能夠成就三十小節呢 偉大的佛陀說 說你看那個樹啊 叫做尼基陀樹啊 那個樹 兩個人抱都抱不住啊 他說這個樹剛開始是一個小小的種子 這個種子連芝麻都沒有芝麻那麼大 它為什麼變這個樹呢 因為它長長的發展 它有生長功能 所以它變成這棵樹 那麼這個婆羅門女呢 她的心態亦不如是 她是有一種強大的願力去做這個善事 所以這個善事呢 會輾轉向去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把善念跟善根 區分出來 其實佛法並不是很強調很讚嘆一時的善念 你剛好遇到什麼事情 起得突飛猛進一時的善心 並不是一個什麼事情 這倒不是很重點 長時間的行為很重要 因為長時間 就變成有根了 它就有不斷的生長功能 所以佛法是認為 善根比一時的善念更重要 所以善根 這跟智慧有關係 所以你為什麼要明白道理 你今天通通不懂因果 我說這個人不懂因果他也會布施啊 這種沒有智慧的布施 他不可能相訊的 他只是一時的慈悲心 諸位 所有的行為 在佛法的行為 必須是透過內心的覺悟 從內發動出來的業力 才叫做善根 只要外境的刺激你 一時的悲憫心 側隱心啟動你的 通通叫善念 所以你要業力的轉變 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要建立一個善根 就像佛法都說的 一個有善根的人 他產生一個強烈的慘愧心 就像譬如大海不受史詩 他這個罪業在他心中 沒辦法繞根 叫做 衰作惡業 術疾能悔 落作惡氣 終不久留 為什麼有些人他業障現前的時候 他那個業障 他不能在他生命當中相訊太久 因為他已經的 他的內心當中 已經沒有讓罪業活動的 條件了 善根成熟了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東西了 所以 敗燦 一定要有智慧的理觀在裡面 否則你這個敗燦是一個善念 雖然我們有很多的罪業 但是你必須要想辦法 讓你的心態 讓罪業沒有活動的條件 就是這個我的心 沒辦法讓罪業在內心當中 施展開來 你必須要做到這一點 不是你沒有罪業 而是這個罪業沒辦法在你的心中生長 它沒有這個條件 那這個就不是一時的善念 那就包括了你的觀照力跟試驗力 你有一個對人生因緣果報正確的認知 還有一個非常好的理想報復 所以說實在的 我說實在的 你受的菩薩戒 對你的往生是很有幫助的 一個人不受戒 你是很吃虧的 因為你沒有產生一種善根 沒有戒體的善根 你面對業力 那你是疲疑奔忙 今天把這個業打下去 明天這個業又生起來 修道多辛苦啊 所以你今天如果好好的體驗 這個菩提道的善根 你產生一種真上慚愧的時候 你今生不容易造罪業 第二個過去的業 也不可能在你的生命產生活動 這個佛頭的慈悲 所以諸位 受戒對往生的正念是有幫助的 因為它形成了你內心的善根 因為它給你一個明確的願力跟智慧 我們從這個種子的生長過程 可以看得出來